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费城昨天下午一名尺刀非裔男子 遭警方连开多枪击笔引发骚乱 大批愤怒的群众在警署附近聚集并向警员施洗 至少30名警员受伤另有数十人被捕 警方当地下午3点多接报道场 发现27岁已有精神问题的非洲裔男子 华莱士手持胸刀 警员多次要求他放下不果 两名警员向他开了至少14枪 华莱士母亲冲上前要求警方停止 并向其中一名警员投掷物件 华莱士其后证实死亡 有民众窒息后 傍晚在费城第18区警署附近骚乱 约200人参与 他们向警方投掷砖头垃圾桶以及其他物件 即至今天凌晨 一辆货车更以高速撞向多名警员 其中一名女警因而腿部骨折 骚乱期间多个地方出现抢掠 至少一辆警车被焚毁 警方方言人指 华莱士当时没有按警员的指示放下刀 甚至朝警员方向前进 表示会翻看警员随身射路机的片段 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情况 总统川普承认下周二大选投票日前 不能就抗议纾困方案达成协议 川普表示大选后将获得利来最好的刺激经济方案 又指华普一再谈论方案 是因为民众需要 但他批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只对民主党管理不善 以及犯罪猖獗的城市及州份感兴趣 佩洛西和财政部长穆努钦 昨天的最新通话 在刺激案规模和文本措辞方面 都没有达成共识 川普政府最新的提案规模是1.9万亿美元 而民主党要求的是2.4万亿美元 长达数月的谈判将军令美国经济 更容易受到新冠疫情反弹的冲击 11月3日选举后将推出的方案细节 尚不得而知 很可能受到选举结果的影响 美国大选临近民调机构 拉斯穆森报告 今天发表最新的民调调查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支持度 目前仅领先 总统川普两个百分点 在拜登次子韩特近日爆出丑闻后 川普支持度有所回升 本资调查分别于22日 以及25至26日举行 即流出疑似韩特不亚影片 及照片期间进行 一共访问近1500名选民 调查显示拜登支持度为49% 而川普亦有47% 调查令发现拜登在民主党人中的支持度 只有78% 不及川普在共和党中获得82%党友的支持 李柏林山庄警察局局长李维迪表示 由于大选临近 他的部门将继续保持全面戒备 来应对可能出现的抗议游行 或者混乱的暴力事件 并且有些企业可能会被迫关闭 或限制运营 由于此前的几次抗议活动 购物场所特别是较为高档的商店 都会被犯罪分子作为趁乱抢劫的首要目标 于是比柏林山庄的购物街 Rodell Drive将于11月3日和4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李维迪还表示 从万圣节开始直到选举结束 警局都会加派人手在整个住宅区和商业区巡逻 他们还将与私人的保安公司合作 一起维护当地的治安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 华语电视万全新闻